藝人小S卸下康熙主持棒後 終於又有了新節目 他接下內地節目姐姐好餓 只是這工作似乎不如想像中輕鬆 早前小S表示 這節目就是和重男神做做菜吃飯聊天 有什麼好不接的 不過近期該節目終於釋出了宣傳片 只見小S遭到一名嫩版黃麗形的小鮮肉嚴型烤打 還被丫頭盡水吃足了苦頭 你是誰 你要幹嘛 你時間不得了 叔叔 為什麼每天去酒啊 我都是趁我女兒睡著我才喝的耶 你現在都不上節目 因為蔡康有些情詞 我就沒節目了 為什麼不能給孩子做飯啊 天地良心 我幾乎每天都把我主菜的照片上網 OK every day 團結束 說 你為什麼走那時 我摸那些男人的身體 卻有收拾率 有收拾率 才有觀眾 看我怎麼收拾你 你要告訴他 老公 替你相信我 我是最愛你的 借宣傳片向老公徐亞軍示愛 難道是小S吃男神豆腐吃太多了慚愧不安嗎 據悉這名被小S封為嫩版黃麗形的小鮮肉 是內地近期火熱的孔錘男 首度跟天后合作就要對他SM 孔錘男表示 原本以為小S這麼大牌一定很高傲 沒想到S姐在現場還會開玩笑 讓她放輕鬆不少 據悉姐姐好餓目前已經錄製了三集 男神來賓包括黃柏、李志廷和高雲翔 節目預計7月中就會在愛奇藝獨家播出